A.S.E.P.811 Swan Woman 找女 项目等级Yuki 特殊收容措施 A.S.E.P.811必须被收容在气温条件可控的圆柱形玻璃隔间内 隔间直径应在10到20公尺之间 其中填充了总深度不少于2.5公尺的湿地土壤和沉积淡水 隔间中配有各种水深植物 均来自S.E.P.811原气息地 位于 的沼泽 因为该地区的植物已经出现了适应性的进化 只要它们的根系没有受伤 就能从接触S.E.P.811期间产生的伤害中迅速恢复 大小适当的木料和额外的复制值丰富的土壤 可被作为良好行为的奖励 隔间中泥地最低点的水深不可超过0.5公尺 隔间天花板必须比泥地最高点高5公尺以上 室内温度保持在25度C 湿度不低于70% 在隔间入口和通往设施其他地方的通道之间 设有一个消毒密封舱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让隔间内流通的空气 进入设施外部的空气中 AS-E.P.811平时与其周围环境互动产生的沼气无异常 可以被收集并作为燃料使用 隔间内严禁携带加热设备或出现明火 每日都要测定隔间里的水和泥的PH值和维生物含量 也要测定其化学成分有无改变 隔间每两周清扫一次 最好交由地级人员完成 所有废弃物品都将在隔离的状态下进行分析 随后按照生化废料的标准处理流程进行处理 项目每次进食完24小时之后 向其投放不少于5公斤的火畜作为食物 该项目并不抗拒捕食人类 因此在SCP-81超过16小时没有进食的情况下 工作人员最好不要进入隔间 不得对SCP-81实施会造人创伤的医疗手段 除非其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 以获准对SCP-81使用的药物列表 建文档811之逼 微创手术需要经过SCP-81的指定医疗团队 和当前项目负责人的审议和一致同意 项目提出的一切要求 都要经过一名动物行为丰富化专家 和至少一名三级人员的审核批准 审核时间一般不超过48小时 除非另有特殊要求 虽然SCP-81除饥饿或受惊吓的情况外 不会表现出特别强的攻击性 但所有相关人员都不可对他掉以轻心 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刺激的捕食者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伤害或感染 安全防护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进入隔间的人员必须穿着全副式无菌生化防护服 戴好防毒面具 至少两人一组进行活动 提表任意位置有开放性伤口的人员不得进入隔间 患有气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员 没有四级医疗人员的许可 不得进入隔间 研究显示 SCP-81最正确地穿好了生化防护服的人员 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隔间中取下自己防护服任意部分的人员 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将受到处分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将被重新分配至肢体残缺也不会影响工作的项目 描述 SCP-81外形金色人类女性 拥有不成比例的细长肢体和略形臃肿的腹部 她的身高约1.7公尺 由于她特意的身体构造 详见腹路811-2 她的体重只有不到47公斤 她的皮肤略显粗糙 呈绿色并带有斑点 这能使她很好的隐藏在栖息地的鲁尾丛 据观察她的汉意具有轻微的皮肤刺激性 她有一头极度油腻的黑把 以证实普通的洗髮精无法将其洗净 见腹路811之一 她对人类的语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水准与野孩子案例中的一些在几岁大时就造仪器的个体相仿 ASCP-81手掌和脚掌处的皮肤 会不断分泌出一种略带粘性的清澈绿色液体 该粘液对ASCP-81本身的组织没有任何不良效果 但任何其他生物组织只要一接触到她 便会迅速腐化分解 通过某种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反应 化为浓稠的黑色液体 ASCP-81随即会通过皮肤将此液体直接吸入循环系统 实验显示ASCP-81的循环系统中充满这种异化的腐烂物质 对ASCP-81的活组织取样检查发现 素的细胞中都含有燕氧菌 由于该项目体内 现在缺乏功能类似红洗球的细胞 推测ASCP-81就是通过这些燕氧菌 对它的循环系统中的化学物质进行代谢的 ASCP-81不进行排泄 体内也不会产生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粪便 因为它完全没有大肠和小肠 ASCP-81的细胞肺物和代谢残渣 会堆积在它切剥水意义上的胃部 在胃中的消化酶和菌群的作用下 这些物质逐渐凝聚为直递近死于磊青的颗粒状物 ASCP-81时常喷涂这些物质 这也是它用来捕猎的武器 它会优先攻击猎物的脸部 或是任何被认为是体表开放性伤口的部位 然后等待猎物因口皮被堵塞 当场死于窒息 或因细菌感染在数日后死于多重器官衰竭 建附录811之一 通过黏膜或体表开放性伤口 接触了ASCP-81的排泄物的人 如果在三小时内接受广效抗争素疗法 则预后良好 但超过此时限的话 治愈几率大大降低 受感染的低级人员或12小时以上 未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将被处决 附录811之一 迄今为止 ASCP-81提出了所有要求 定期投放牛给它作为猎物 否决 把鳄鱼从给予它的猎物表灯中取除 批准 在水中加入它元气息地 有某种鱼类 否决 一把百分之百由赫生纤维制作的法书 批准 一名低级人员每日带着脸盆和淋雨喷头 前来为它清洗和保养头发 批准 建于普通的洗髮精 无法有效的清洁 SCP-81过于油腻的头发 以批准对其使用还有高浓度高效界面活性剂的特质洗髮精 工作人员使用一个发音近似于艾叶的双音节名字来称呼它 SCP-81不是字 因此它无法说明这个名字究竟如何拼写 批准 缓解它的慢性牙痛 批准 最初请求得到了否决 直到发明了一种安全有效的将SCP-81全身麻醉的方法 并制定了一个牙科手术的计划 第47号牙齿被移除以测试该方法 并依照无法预测的术后特殊需求进行调整 第二阶段的手术中 SCP-81的其余牙齿被移除 并植入了覆盖意识 SCP-81已配备有全套意识 并在需要时进行维护 一只身着生化防护服的乌龟 不用于食用 否决 乌龟因此被从猎物表单中移除 在SCP-81领地外的观察区域内设置小型的乌龟棲息地 来帮助行为丰富化的可能性正在考虑中 附入811-2 因为SCP-81拥有肺和牙齿等器官 尽管这些器官没有什么显著的用途 它被带到生化营救战12的放射壳进行S光检查 以确认它的内部结构 结果很不明确 随后的核子共振显示 SCP-81的淋巴系统上附有大量不寻常的线体和器官 可能是用来控制它循环系统中的物质的粘度和菌群含量的 它腹部的一个器官中含有密度低于空气的气体 SCP-81是否曾经 原有待调查 由于无法维持无菌手术环境 对SCP-81的生理构造了解有限 对该项目的总质量计算也有困难 引起该项目并发症或死亡的风险太大 因此不能授权进行探查手术 对话记录811-16 访问者 吹不穴博士 初级助理研究员Woktel 吹不穴博士和初级研究员Woktel 进入SCP-81的收容格间 吹不穴博士带着一个带有文件的系统板夹和一个鞋盒 爱耶 不是 为什么 问你点问题 是的 不是问题 对 你能记得的最早的事是什么 最早的 呃 最早的是 以前的事情 盒子以前的 盒子以前在以前的 是在以前的 没错 大大人 好的 因为小小 大大人小好多 想到那一样 什么东西像他一样 这个 不是爱耶 像大大人 你的 皮肤 皮 肤 对 皮肤 等等 你是说以前你的皮肤和我们一样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爱耶 後来呢 打针 打针 哎呀 这次要 这次要打针 打针 在这里 爬了 然后呢 这次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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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天 这时 Wogtel 开始在他的防护福利 呕吐起来 SCP-8E 将此行为 誤认为是敌意的表示 退出回隔间的一个水池中 直到 Wogtel和吹不穴博士离去 都没有再浮出水面 笔记 我能理解 相对危害色扫的项目 对训练新人的迫切需求 也知道他们都是出出茅庐 可是 你们下次 能不能把这些材料 都用到别的人型项目那去 我这里 可是要正经做事了 吹不穴博士 以上就是SCP-8E 简单地说 SCP-8E 有人类女性的外形 她有着绿色皮肤 皮肤会分泌能分解生物的粘液 当生物被分解后 她会用皮肤将其吸收 从访谈的内容 和作者本人的解释 可以知道 SCP-8E 原本是普通的人类女孩 在被绑架 注射了未知的药物后 她经历了痛苦的转变 吐出了全部的血液和部分的器官 获得了新的皮肤 以及可怕的饥饿 在饥饿下 她杀害并吃掉了绑架她的人 在这之后 她得不到任何帮助 只能以怪物的形态 独自吸气在沼泽里 SCP-8E 是一个在欧美人气很高的SCP 同仁图数量不少 其中当然不乏一些糟糕图 而在搜寻SCP-8E 图片时 跳出的建议竟然是 SCP-8E HOT 甚至连作者都叫大家 不要传SCP-8E 的糟糕图给她 并且之后又再度强调 因为沟通困难以及竞争上的不成熟 跟SCP-8E 是没有办法对性行为 做到知情同意的 只能说第34号规则 果然是谁都逃不过啊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自由帮我给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就这样 掰掰 掰掰 你们在这里 冲冲 好冷 大家在这里 好冷 冲冲 红红的 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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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饿 好怕 吃大大人 皮肤 像这个 好 好 感谢观看